我刚刚才看到朱丽靖的消息 就在刚刚 就在刚刚那一刻 各位知道她是我的表妹吧 我就会有点后悔 为什么没有 没有 这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是谁 我的爱绝不撑退 超级偶像第三季冠军朱丽靖 7月3号不幸因乳癌病逝 享年40岁 她的家人透过脸书发出声明 对于工作对于生活 她始终非常努力 她的离开 家人们都还在悲伤的情绪中 之前去身体检查 然后有点状况 就是离癌 女性很常会出现的乳癌 因为这段时间 加油 加油 你不要叫我加油 我会哭更惨 太辛苦了 朱丽靖去年初在法片记者会上 坦诚自己在2020年罹患乳癌 但不愿透露几期 而她的妈妈多年前 则是罹患神经内分泌癌 还来不及交代遗言 短短三个月就病逝 朱丽靖认为妈妈的离开就像在告诉她 人生只有一次要好好珍惜 于是她做好相关准备 告知姐姐自己的银行密码 因为没有家财万贯到需要分配 所以并无利遗嘱 也庆幸自己是单身 没有家庭 没有小孩 没有什么人或生命 因为我这个人消失 会有很极客的危险 我刚刚才看到朱丽靖的消息 就在刚刚 就在刚刚那一刻 各位知道她是我的表妹吧 我常说射手作就是一个把欢乐带给别人 背上留给自己的星座 她还年轻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可以对抗病魔 没有想到今天就看到她过世的消息了 我就会有点后悔 为什么没有 没有这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应该要知道她笑脸的背后 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 只是她没有说出来 我相信有蛮多人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 她反而会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外面的关心 然后就会想躲起来 就会想要让你安心 然后我们很健康的人 我们就会忘记去关心他们了 尤其这种特别礼貌的 你反而没有关心到她 所以以后 那我现在知道我要关心谁了 有时间就多关心身边的人 生命如此的短暂 珍惜每一天 我们一起祝福Miu一路好走 我看这个是在那里面 对对对 蛮悲伤的啦 那么年轻这个 身体要照顾好啊 现在记不记得之前 历经上大入门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互动的 有啊 不知道完全没有那个征兆 家人难免都会有得这一方面的中流 这一方面的一个东西嘛 看到她这一个新闻 其实我心里面觉得 就是要做一些身体健康检查 平常多检查 勇敢的面对 那面对以后 你才有机会可以治疗嘛 要不然你一出来 哇糟糕 第几期 第几期 这样都不太OK 我心里脚步很痛的 代表演讲 所以让爱去看 是的 还有一个人我把蜗的把蜗的把蜗都窄了 在一股是我上去看的 那是一股的男说的 像那个女说的男说的 你不要太多猜的 喝不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